山洞里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和一具女性尸体 一男一女全身刺了 死刀异常恐怖 仔细一看 死者身上还有被侵犯和虐待过的痕迹 他们到底是谁 这两人又是什么关系呢 为何会铲死在一处人际罕迹的山洞里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发生在山洞林里的一件令人发指的虐杀抛尸案 在2013年的5月 居住在山洞省沸城县的刘大姐 像往常一样做好了早饭 然后就等着自己的儿子和儿媳过来吃饭 然后刘大姐的儿子呢 刚盖好了一间新房 儿子和儿媳住在新房子里 刘大姐还住在自己的老房子里 往常呢 小两口都早早的来到老房子这里吃早饭 可是这一天刘大姐左等右等 等了很久 两个人也没有来 于是他急忙跑到了儿子家里 看到门是烟熏着没有关 在那门口喊了几声 也是没有人答应 更加令刘大姐感到奇怪的是 就连家里的狗也没有一点反应 于是他推开了门 赶紧跑到了屋里 结果发现家里边一个人都没有 房间里边的床铺和被褥都非常的整齐 难不成两个人一大早就出门了 正当刘大姐准备给儿子打个电话问一下的时候 他突然看到了窗口下有一只狗已经死了 满地的鲜血早已干了 本来还有些疑惑的刘大姐一下子就惊慌了起来 他马上跑回去拿起手机就抱着紧 没过多久 警察就带着技术人员来到了这间房子里进行勘查 警察在现场发现了房子里有监控 可是线路早就被剪断了 警察就讯问刘大姐这里的监控以前是好的吗 刘大姐这样回答道 是是好的 而且是为了防止小偷特意安装的 警察打算去查看一下在监控里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是怎么也找不到监控的足迹 关于人口失踪案呢 警察一般会向这几个方面去想 去思考和考虑 第一呢就是被人绑架了 第二呢就是因为某种原因 独自离开了家 没有和家人打招呼 还有一种可能 也就是人们最不愿意接受的一种可能 就是自杀和被杀 可是过了快一天 仍然没有任何绑腿的电话和信息 离家出走这可能性也不大 因为刘大姐的儿子是一个有名的乖孩子 只要出远门 一定会和父母打一个公招 自杀也是不可能 两个人新婚 刚盖起了新房 生活得很好 家庭也很幸福 最后呢 他们只能锁定是他傻 可是是什么人做的案呢 刘大姐一家在本地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 也没有和谁有很深的矛盾 再说了 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死了 然后警察搜索了房子里的每一个细节和角落 他们发现墙头有人攀爬过 而且上面有一些脚印 而且防治窗户外面的防盗网 也有被撬动的痕迹 但是那个间隙并不是太大 刚好能钻过一个人 不仅如此 他们还排查了卧室 在排查卧室的时候 警方还发现 表面整齐的被子和枕头下面 发现了很多血迹 经过专业设备的检测 这就是刘大姐儿子和儿媳的血迹 此外 在桌子上放了一些未曾用过的饭菜 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桌子上放了一盘红糟肉 但是 警方向刘大姐询问的时候 就知道 她的儿子平时并不喜欢吃猪肉 要是吃也是只吃一点瘦肉 种种迹象扑缝迷离 警方更加确认 这有可能就是一起踏杀事件 于是立马扩大了搜查范围 经过排查 在房子不远深处有一条河 发现了三个塑料袋 这三个塑料袋里面有很多衣服 和一张银行卡 还有一张低保卡 经过刘大姐仔细辨认 这便是儿子和儿媳的衣服 警方加快了搜索速度 随后发现河边有几处血迹 在血迹的方向 警方继续排查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一个山洞里面 山洞的洞口也是布满了血迹 警察随着血迹进了山洞 在山洞里面看到了一些玉米结果 他们掀开玉米结果 发现下面有两具赤裸的尸体 一难一满身伤痕 身上的伤疤让人一看了就难受 何见二人在身前遭受了非般的虐待 经过刘大姐对两人身份的确认之后 这两具尸体正是刘大姐的儿子和儿媳 尸体虽然找到了 但是凶手还没有找到 这像残忍的作案手法 一旦凶手抓不到 肯定还会在祸害社会 倘若他们再次犯案 然后会有更多的人受到伤害 并且这一案件也受到了多方关注 警察顶着压力加速办案 开始大规模走访巡查 看看这几天有没有什么陌生的人 奇怪的人在村子附近 特别是房子河流周围 终于有一个村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夫妻二人被发现在消失的前一天 有四个年轻人在村子周围鬼鬼祟祟 然后还拿着塑料袋在河边逗留了很久 根据目击证人的描述 警方做出了初步判断 这四个年轻人很有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 除了这个信息之外 塑料袋里发现的银行卡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警察调查了银行卡的信息 然后这张银行卡呢就是刘大姐儿子的 里面的钱被人分了六次取出 共计一万一千元 由于取钱的时候 取钱的人刻意的掩盖自己的面部 然后银行的监控根本看不清取钱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样又不能完全确定下来犯罪嫌疑人究竟是谁 而另外一张低保卡 这也不是夫妻二人的 经过查询这个低保卡是一个年近六十岁并且住在附近村庄的一位老人的低保卡 但是他一定是一个突破口 警察找到了这位老人 经过询问之后 经过询问得知 他这张低保卡一直在他儿子父母那里 这一家本来就非常贫困 儿子呢还不务正业 经常拿着父亲的低保卡去到处挥霍 他的儿子也经常和一些不务正业的人在村子里附近 然后进行鬼混 警察根据这些线索 排查到了傅某平时 经常和某些人来往 然后经常出没的一些地方 然后更重要的是 特别摸清了 最近有三个年轻人和傅某一起消失了 经过出入境和车站的检查 终于警方抓到了这四个人 这四个人分别是傅某、张某、王某和赵某 经过询问得知 四人承认了强奸刘大姐儿媳后 抢钱杀人灭口的事实 取钱的正式招募 凶手抓到 他们是怎么作案的呢 然后刘大姐的儿子和儿媳 和他们往日无缘近日无朝 他们为什么对他们下次赌手呢 究竟用了什么残忍的方法 将两人杀害后进行尝试呢 事情是这样的 四个人在网吧结识 在2013年5月的某一天 四个人哀声叹气的说自己都没有钱 于是商量着去怎么搞一点钱 这个时候张某就出了个主意 在费城的一个村子里 有一栋漂亮的房子 应该是刚刚盖好的 估计是个有钱人 估计里面也有很多钱 于是四个人就商量怎么进去 怎么偷钱 四个人分工合作 一个人把监控线路剪断 一个人将床上的防护网折弯 一个人放风 剩下一个人进去偷钱 进去以后 张某看到了墙上夫妻二人的照片 上面这个女人非常漂亮 看到女人便起了色意的张某 当即提议躲在房里 等他们夫妻两口出现 见一下这个女人 商量之后 三人答应 张某开始指挥这场大事 怎么袭击 强奸 怎么杀害 再到长丝 处理作案痕迹 最后怎么逃出去 抛丝时间 逃离时间等等 短短时间内就密谋好了 然后他们各自封锁各个窗户 进厨房拿了菜刀 沉到了各自房间里 随后夫妻二人回来 一开门 四个歹徒就用准备好的菜刀和绳子 把夫妻二人分别绑到了两个房间里 夫妻二人开始大声喊叫 但是被歹徒制止 歹徒威胁二人 只要一个人不老实 就送另一个人去见阎王 由于夫妻二人欣喜对方 不敢反抗 四个人在他们家里收到了一张银行卡 在逼问之下得到了银行卡的密码 于是就有了赵母去银行六次取钱的事情 拿到了钱以后 四个人就想庆祝一下 便买了好酒好菜 逼着男主人给他们做了一顿饭 其中就有一道红烧肉 庆祝过后 他们狠毒的对着刘大姐的儿媳进行了性侵 妻子的哭声 叫声 喊声 混淆着 和抵挡不住他们的残忍思暴 丈夫只能听着自己心爱的妻子被人强暴 不能反抗 四个人轮番强暴了妻子以后 就开始了杀人计划 他们先用铁链狠狠的勒死了丈夫 之后又进了妻子的房间 妻子的眼睛里充满了仇恨 无奈绝望 他知道丈夫已死 现在轮到他了 最后妻子又被活活勒死 然后两人的衣服被拔去 其中一名胆徒 由于好奇 穿了一个受害人的裤子 可是裤子上有血迹 于是仓服里换回了自己的裤子 不过正是这一举动 将其附体的低高卡掉到了那个裤子里 随后四个人把男女主人的衣服 放到了塑料袋里 然后扔到了河边 随后又将两人尸体逆藏在山洞之中 用山洞外的一些玉米结构扑到了上面 本以为这样就可以难以辨别二人的身份 甚至就算被发现 也能阻碍警方的调查速度 为自己逃脱 然后争取时间 只不过验过刘恒 就一张低保卡已经成了他们致命的一击 是能被抓捕归案 是能被抓捕归案 是能够抓捕归案 人家看管在2014年 这起案件开庭审理 已经成年的父母张某王某被处于死刑 至于未满18周岁的赵某被判了无期徒刑 2016年三人被执行死刑 最后上进天良的人渣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只不过那对夫妻再也回回来了 一场悲剧就此落下为幕